大家好 歡迎收看足球豆條 今天又拍攝大巴為大家報道一些足球的最新資訊 這一節想跟大家說的一件事就是 正所謂埃華頓安查諾提的好時間 瓦迪達就真是開心的煩惱了 為甚麼這樣說 大家都知道 阿仙奧及埃華頓兩隊球隊都剛炒了領隊 差不多兩星期了 兩隊都嘗試找新領隊 安查諾提及瓦迪達這兩位有機會的人士 兩個球隊都有一個曾經傳過 經過昨晚之後可能會有點眉目 因為天空體育Sky Sports有個報道 安查諾提已經同意成為愛華頓的領隊 報道是這樣說的 安查諾提根據天空體育的理解 Sky Sports的理解就會成為下一任的愛華頓領隊 他就說他們的球會和這位領隊的談合約 談得相當之進展良好 很大機會很快 愛華頓便會公佈安查諾提成為領隊 甚至乎星期三的聯賽盃對李斯特城 他都可能已經在愛華頓領隊席上 剛剛愛華頓炒了Marco Silva 之後就找了Big Dunk Duncan Ferguson做領隊 暫代領隊 成績相當不錯 贏了車仔和和萬聯 在剛剛那個星期日 Big Dunk和愛華頓的高層 剛剛開了個會 應該說究竟安排是怎樣 之後就昨天就出了這個 Sky Sports 出了這個新聞 亦都說他們的期望 安查諾提會有一個藍色的改革 在Goodison Park 這個就是 前愛華頓的前鋒 Kevin Campbell 有這樣的估計 他說安查諾提很大機會 一個非常出色的領隊 帶領著愛華頓一個藍色的改革 自從 波里炒了安查諾提之後 愛華頓的班主之一 Missouri 已經一直想找他幫忙 但當然大家都明白 另一位班主 Bill Kenry Bill叔叔叔 可能未必想找安查諾提 這件事就是這樣 Sky Sports 昨晚報道後 我馬上第一時間要求證 Fact Check 就去了愛華頓的官網 愛華頓的官網 在昨天12月16日 星期一出了一個聲明 他說 馬高Silva 即是上一個領隊 已經離開了求婚11日 愛華頓的管理層 現在絕對是很努力地找一個長期的領隊 亦都和幾個有機會成為領隊的人士 就見過面 記住 是星期一 昨天 他們證實了 未有任何提供給其中一個有機會的人士 即是說 所有他們見過的 Potential 領隊 都是未落實 根據愛華頓的官方網頁所說 但他們亦都說 頭會很想盡快找到一個 新的領隊 但最重要是什麼呢 就是找一個正確的 當我們仍然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Duncan Ferguson 即是鄧肯費格遜 繼續會是暫代領隊 甚至乎說 星期三的聯賽杯對李斯特城 都會由鄧肯費格遜去帶領 即是Sky Sports 之前的報道 就不攻而破 愛華頓的官方網頁已經說了 當然啦 官方網頁也有機會錯的 究竟 究竟愛華頓和安製樂提談得好 預備找他加盟 不過就不是時候 還是其實這宗也是一個傳聞 就未必是真的呢 就真的不知道了 因為有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 根據我的理解 我的好朋友方包跟我說 愛華頓很想 新找到的領隊可以盡快上任 因為現在球隊都不太穩定 但問題就是安製樂提很想 就回到他最喜愛的加拿大 去做一個假假 起碼都要過了聖誕才回來 會不會是因為這樣 令到大家都有個分歧呢 還是其實愛華頓都妥協了 讓安製樂提放聖誕假 才回去英國 再次回歸英超去帶領愛華頓呢 這個就真的暫時未知 不過肯定的一件事就是 即是說 接下來星期三的聯賽杯 鄧勤菲克遜仍然都是愛華頓的 站待領隊 另外另一位 利物浦的名宿 加力查 亦都說 他又加了意見 他覺得 他會很驚訝 如果安製樂提選擇了加盟愛華頓 他有他的原因 因為他說 愛華頓 因為安製樂提之前執教的 全部都是歐洲的定級球會 如果愛華頓找到他回來 絕對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但他也沒有理解為何會這樣 因為他們的班主 Massuri剛才也提過 很想找一些 加力查 為之 Hollywood Manager 賀里活式的領隊 即是一些出名的領隊 我相信的意思是 所以他覺得一點都不奇怪 為何Massuri 想找安製樂提尼 但他也說 和方包的意見有點相似 就是 加力查說 我不太肯定 安製樂提尼 是否一個正確 關於愛華頓的工作 因為 安製樂提尼的強項 就是 當球隊本身 都是一個很好的班底 的時候 他加少許魔術 就會令他們 變為更好的球隊 那麼 愛華頓的球隊 現在的狀態 是否這樣 這個就 未知之數 但是 他也說相反 愛華頓的球迷 就非常之 想像空間很大 但是 始終 安製樂提尼去到愛華頓 就未必這麼快可以贏到聯賽 或者未必可以這麼快贏到歐聯 這個就不是他入職的要求裏面 在愛華頓來說 他們的要求都是進入前六 或者希望挑戰前四 所以 當初落提 如果加盟 愛華頓的話 跟他之前加盟 其他球會的目標有點不同 未必是即時拿錦標 但是 只是去 將他們帶上前六 或者前四 可能贏一兩個獎盃 所以 這就是加力查的想法 加力查並不是完全沒有原因 因為他也提過 之前 愛華頓找過一位 根據他所說的 Hollywood manager 即是 荷里活式的領隊 就是朗奴高文 朗奴高文 結果跟愛華頓 合作上 也不是太理想 成績也不是太理想 所以 他就覺得 究竟是怎樣 怎樣 這一節更加要說 一件事 就是另一位 人選 就是瓦迪達 現在來說 雖然愛華頓 球會 還未證實 但是 安達羅提 可能跟愛華頓 站得比較近 另一位 人興 瓦迪達 是怎樣的呢 瓦迪達 看樣子 不知道是否真的 好事近 還是純粹是放風的情況 因為 為什麼呢 首先 我看到一些報道 忘記了哪張報紙 沒有印象 不好意思 就說 阿仙奴的高層 在星期日的深夜 星期一的零食 一時多 就被記者拍到 離開瓦迪達 在曼徹斯特的家 這件事還不震撼? 阿仙奴還不是找到阿仙奴去幫忙 是吧 這個有趣 但是 我剛剛聽了一個 叫做 The Transfer Window 的Podcast 裡面 有Duncan Castle 說回這件事 根據他的理解 根據他的理解 他接觸過 相關球會 和相關人士的 聯繫的時候 他的理解就是這樣的 這件事 很奇怪 因為 阿仙奴當時 還未得到萬成的批准 去跟阿仙奴談 這件事 duda 其實也很奇怪 因為 向我的理解 假設你是阿仙奴的球員 其他球會為尊敬你 看的話 要經過球員 抽點 對方的球會才可以跟球員談 又或者球員如果想離開 都要拿到自己本身球會的批准 才可以跟其他有機會賣他的球會 展開會面 但領隊我不知道原來有這樣的事情 根據Duncan Castle說 應該是有的 所以亞迪達當時未有批准 所以曼城是有點生氣的 但現在這一刻 曼城也批准了亞迪達跟其他球會談 即是那個球會應該是阿仙奴 但當晚發生的事比較奇怪 因為他就說 其實這麼多球會在找領隊 這麼多有機會成為球會領隊的人選 這麼多 不可能每個人的家裡都有記者 對不對 所以這張照片被記者拍到的話 他就覺得九成九都是其中一個團體 即是其中一個團體 放風給媒體去拍的 那三個團體就包括什麼呢 包括當然是阿仙奴 包括當然是亞迪達 還有一個機會 就是萬成都有機會 他就說 有機會這三個團體 其中一個放風給傳媒 所以傳媒就拍到這張照片了 所以來說 這件事究竟是不是真的 亞迪達跟阿仙奴很接近呢 其實真的 沒有一個定案 他就說他嘗試 登根卡索嘗試 站在亞迪達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他就說 亞迪達作為一個 沒有做過一隊的教練 現在竟然 英超有兩間大球會 想找他幫忙 包括哪一隊呢 當然就是阿仙奴 是吧 愛華頓曾經傳過 不過機會就很小了 原來其實我講漏了 是三間大球會 還有一間是哪的 就是萬成 大家都很清楚了 我相信 萬成已經預備了 我傳聞得很厲害 就是說 由於亞迪達在萬成的表現商 都不錯 所以 很大機會 哥迪奧拿走的時候 Ritch可能是今個暑假 可能是下個暑假 可能他不走也不一定 但是只要 哥迪奧拿一離開萬成 他們就會很大機會 提升亞迪達上去做一個領隊 哇 大家想想 你作為亞迪達 你 連正式做一隊的教練都沒有做過 但是已經有三間英超的大球會 想找你幫忙做領隊 愛華頓暫時沒有更多的跟進 我當不是 但是阿仙奴做了這樣的照片 萬成也是眾所周知 整個萬成裡面都有這樣的想法 真是夢寐以求 真是開心的煩惱 那究竟 亞迪達應該選擇現在這一刻 已經可以去阿仙奴 還是等多半年至一年半的時間 在萬成接手呢 老實說 阿仙奴就現在馬上拿到 但是問題就是 阿仙奴球會裡面都相當大的問題 相當大的挑戰 對於亞迪達來說 相反 如果他留下 等的話 萬成呢 就是一間非常資源豐富的球會 他也都相當熟悉 球會怎樣運作 再加上 其實這兩三年的時間 他也都在哥迪奧拿身上 學了不少東西 應該都幾有信心 那究竟是怎樣呢 阿迪達這個真是開心的煩惱 但是呢 這個登根加素 只是猜的 我猜他猜 他就說 再者 阿迪達 如果這一張相拍到 不好意思 如果記者拍到這一張相 阿仙奴的高層 1點幾鐘凌晨 在阿迪達的家裡離開 對於阿迪達有什麼影響呢 第一 就是起碼大家 全民就說 他很大機會去阿仙奴 另一個方面就是 亦都給了壓力 這個萬成 究竟 會不會萬成都要做一些事情 去 留住阿迪達 或者有一些一定程度上的協議 現在就是全民的 可能 如果我們來找他上去 會不會有些協議 就說 白紙黑字 寫明 如果哥迪奧拿走 就真的一定會讓你上去 即是說 這張相對於阿迪達來說 無論如何都是有個優勢 就是說 他可以有很大機會去阿仙奴 之餘 如果他選了不去的話 亦都令到他 接近萬成的稅位 更加更加勤奪 所以 這個也是他的估計 實際上是怎樣 我們真的不知道 不過對於他說 傳媒沒有可能 那個 有機會做領隊 即是新領隊的人 都放過記者 在他家 這個應該都是成立的 我覺得 他這個推斷應該都是 挺有合理的 究竟 無論是阿仙奴 或者是愛華頓 什麼時候才能找到新領隊呢 我猜是很快的 因為一天不找到新領隊 一天這些傳聞 都會滿天飛 讚助我們的立場 靜觀其變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